县长学生卫会误了JC Produce公司的代表 及EPIA保险公司的CEO 双方就花莲农产品要销售到美国市场 以及教育合作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县长学院表示 近期零四零三地震 花莲县政府受到来自全球九个国家的慰问和资源的意愿 其中包含花莲姐妹市友好城市 其中美国的天普市是由前县长复婚其任内签署的姐妹市 两地关系非常密切 也感谢国际友人给予花莲温暖以及力量 为了有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向国际各行各业合作 向世界推广花莲优质的农色产品 并且帮助花莲学者走出国门看见世界 JC Produce知名的生鲜产品供应商是全球多个地区 包括南美洲和亚洲数百家供应商出了采购 并向美国数百家零售餐饮服务批发客户销售产品 是一家全方位的服务食品分销以及批发的企业 拥有占地4万平方英尺的仓库设施 而公司代表EPIA保险公司CEO 陪应其分享对花莲农特产品的兴趣以及潜力 他表示现在许正会率领幸福团队参访美国添博士 积极关注美国输食以及市场的运销模式 这次特别反台前来拜会 商讨双方合作的可行性 物类希望能够与花莲合作 将优质的农特产品推向美国市场 对此现在许正会表示会全力支持和协助 促进花莲农特产品国际化的发展 编辑也提到目前有办理讲述学生的计划 将来也想和花莲政府探讨教育教育的行性 协助花莲学生前往美国公读大学 教授表示如果该讲助学金计划的对象为 花莲县高中生毕业 将会协助申请资讯 转称给县内的高中职学校学生 包括提供资格的条件 额度名额及相关资讯 并且一定举办相关书名会 以协助学生顺利来申请 记得讲完华石不道